大家好 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安装Mac 首先开机之后 马上按下F型键不要放开 大约10秒钟之后 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我们可以用左右键 选择最右边的光碟来重关Mac 选择好之后按下Enter 现在是光碟机在读取Mac的重关光碟 因为这会读取上5分钟左右的时间 所以我会用快转带过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可以选择语言 如果你想要选择其他语言 也可以在这里选择 但我现在选择以繁体中文为主要语言 若要以繁体中文作为主要语言 请按下Return键 选择下一步 如果你想升级你的OS版本 或者不想破坏原来的程式和资料 你可以直接选择继续 如果你想要干净的重关Mac 就必须先清楚分割硬碟 当然这边虽然是介绍干净的重关 但是你也可以略过直叠工具程式的教学 直接到下一步的安装MacOS 现在选择工具程式 选择支叠工具程式 点选一下要分割的硬碟 选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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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是重新格式化硬碟 如果想要重新分割硬碟 就点选一下分割 点选一下分割区布局的下拉式选择 这边可以选择分割成几个硬碟磁区 我这边选择一个分割区 在名称这边输入Mac 格式用预设的MacOS扩充格式 接下来选择套用 选择分割 这样子硬碟就算做好分割和格式化了 现在关掉直叠工具程式 选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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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同意 在这边用滑鼠点选一下想要安装的硬碟 选择继续 选择续 接下来这个画面会跑上二三十分钟 我会用快准带过 大约十秒钟左右 就会到下一个要动作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安装过程中会经过哪些画面 选择 这个画面选择台湾 选择继续 这边可以选择想要预设的输入法 我们按照预设值 选择继续 点选 点选现在不要传送任何资讯 选择继续 这边可以输入你的Apple ID 不过我现在选择不要登录 选择继续 选择继续 选择略过 在条款和条件的画面选择同意 选择同意 选择同意 这是建立电脑帐号的画面 在全名输入你的名字 帐号名称会自己沿用全名 在密码的空格输入想要输入的密码 右边的空格要重复输入一次 接下来输入密码提示 选择继续 将传送诊断与用量资料给Apple 取消打勾 选择继续 这样重灌就完成了 谢谢各位